好 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事情是 当我们今天我们要去做资料清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本来我的栏只有这样子 所以我先请你们先看我原本的资料 原本的资料 原本的资料我是不是只有年收入组类 收入次类总平均区域别跟值就没了 对不对 可是你这个时候你要去想说 我这个收入次类我全部都已经做好了 它其实应该会变成我的一个一个的特征 我想要去了解那个平均每户人数 各县市的平均每户人数 与所得收入总计的一个变化关系 本来它是值的 本来它是值的 我照样可以去分析 可是你这样子的分析 到时候它就变成没办法去做 所谓的相关性分析了 例如说家庭户数变成一个栏 还有这个平均每户人数一个栏 就是一个一个的特征 然后方便我们来去看栏与栏之间 特征与特征之间有没有相关性 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把我的资料做一个转制 这边有一个叫做收入次类 收入次类 第一请你一定要点下面这一个 就是Clean Title 然后接下来我要针对收入次类 把它直接从值的变成横的 好 那怎么变成横的 可是前提是你要知道说 当我们今天要做分析 我们就会创造很多个栏问 去收集很多的一个原因 我们想要知道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好 所以第二请点选收入次类 第三请点选转换底下的书柳资料行 第三转换第四书柳资料行 那在这个地方你要告诉他 我是以值来去转 再来进阶 进阶我要做的是平均 确定 好 这叫书柳资料行 一 连选这个收入Clean Title 二 连选 连选 现在没有了 刚刚不是有一个收入次类 三 连选 转换 四 书柳资料行 然后记得这边要改成值 第五个动作 第六就是进阶 我们先把它用平均的方式 请按最后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